国家交响乐团NSO音乐总监吕绍佳 邀请了两位顶尖华人音乐家 刘孟杰和陈瑞演出两场音乐会 诠释变奏曲和柴可富斯基的 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连续两周的演出非常值得期待 钢琴乐音时而热血激荡 时而宁静温柔 这是李博曼的第四号小夜曲 钢琴家刘孟杰这次跟NSO音乐总监 吕绍佳共同诠释作曲家 拉赫马尼诺夫以及李博曼的变奏曲 他们都是变奏曲 我是尝试在这场音乐会里面 把四首不同风格 不同音乐语言的变奏曲呈现给观众 让大家知道变奏曲的范围 可以有多么广 四首经典变奏曲风格迥异 其中李博曼的作品 更是亚洲首度公开演出 除了变奏曲的演出外 更邀请天才小提琴家陈瑞 演出技巧艰难的 彩可夫斯基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以及肖斯塔克维契的入侵进行曲 每一首都是挑战巅峰的重量级演出 好的音乐就是可以表达出 人类这种亘古不变 不超越时空的这种东西 我想这两首曲子都以他们不同的方式 虽然都是俄国作品 可是他们以一个不同的方式 达到了这一点诉求 两场精彩的演出 NSO要为这个乐器画下完美的句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